紅袋子 紅袋子 大家好 我是Carol 今天我們來講一講離世 在馬來西亞和香港這兩個地方封離世 有一些不同的習俗 在馬來西亞 我先講馬來西亞 只是結婚的人封離世 未結婚的人可以收離世 未結婚就算他五六十歲 他都可以收離世 但是在香港就不同了 在香港結婚了也有機會收離世 其實我每年都有離世收的 在香港的定義就是 長輩會給離世晚輩 一般來講 在馬來西亞一般人是封五溝錢 在香港一般是給二十元港幣 我教小朋友 離世其實有很多種叫法 我請小朋友給大家解釋 離世可以怎樣叫 以前我是不會教小朋友 但是我發覺真的幾多人用這個字 我是傾向認同社會語言學的 我是覺得語言是會隨著那個社會 而變遷的 舉個例子 五十年前 你有沒有聽過香港人說 蛤這個字 蛤就是很他條 很舒服的 現在這個字是廣東話的一個字 而且我是因為見到 Dr.Paul Z 在他的Facebook寫這一段 引起一些討論 令我更加深信 我應該在今年教這個字 Dr.Paul Z 是一個英文專家 他是訓練中學和小學的英文老師 他在Facebook這樣問大家 大家接受Red Pocket是對的 還是覺得是錯的呢 他說他小時候 在學校是讀Red Packet的 我也記得我小朋友 在小學的時候 那些英文教科書 都是叫Red Packet的 作為一個語言學家 Dr.Paul Z 都是贊成語言 是會變的 他也覺得可能十年後 Red Pocket 是會比Red Packet更加流行呢 你又怎麼看這件事 我就什麼都叫佛 都教了小朋友 我最喜歡做這件事 例如說Airplane 我又會教他們Airplane 也會教他們Plane 我們來看看其他人怎樣回應 還有一個人說 五年後 可能會叫做Red Money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請你分享給其他人 讓更多人知道 原來來是有很多叫法 還有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以後我出新影片 你們就會知道 也會有五個了